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在做白日梦呢 家豪怎么会娶你这个没有家世不懂情趣的女人 今天这个婚呢 我看是结不成了 思思 你来干什么 我们俩做了这么多女朋友 不如你把家豪让给我 然后你去死 乐宇 你进来了 你去死吧 你去死 你去死 死 死死死死死 家豪 我只是想祝福乐宇 他全误会我心 想要杀了我 死死死 秦乐宇竟然敢杀人 家豪你听我解释 解释我 啊 你就等著坐牢吧 秦若宇現在懷疑你蓄意謀殺 請我們走一趟 最後不要找你 我沒有 我沒有 少爺你找我 我的半個月沒有聯繫到若宇 繼續找 無必要找到他 是 喲 這不是東海叱咤風雲的秦總嗎 怎麼 這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落花成這副鬼樣子了 你為什麼不在這裡 你不是應該在醫院嗎 你沒事 我當然沒事了 我有事的話 還怎麼風風光光的嫁給家好啊 實話告訴我 你現在經歷的這一切 都是我們家豪設計 對嗎 家豪 是你嗎 所以婚禮受傷 都是你們演的一出戲 你們的目的 就是為了把我送進監獄 我家豪 我家豪 我們倆在一起三年 從一無所有到山家國營 在你心裡 我到底算什麼 你 當然是窮壯情的工具 什麼 要不是你有個天才服裝設計師的頭銜 你以為我會跟你在一起 姓陶宇 像你這種沒有家事沒有情趣的女人 怎麼可能能當上富士的主裁夫人 那你思思 可是獎家的大小 我從來都沒有做對不起你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因為公司幸福 公司的錢 我才是集團的董事長 我才是啊 就因為 權利 所以說 你從來都沒有愛 對 我從來都沒有愛 因為你 根本不配你愛 因為你的頭銜 保守公司獲得融資比上市 可是現在 你也沒有任何僵持 你放我出去 你從富士離職 封死之後 我老死不相往來 你跟我三年 你怎麼還是這麼幼稚啊 我幫你走 你富士術笛給我添賭嗎 青少女 我要你死 哎 我出來了 人交給你們了 你坐都知道了 放心吧 富少 我會讓他後悔來到這個市場 你過來 不好意思啊 啊啊啊啊啊 出事了 我不會放過你們的 我沒聽錯吧 你覺得你還能活著出去啊 在這裡老娘就是天 我會慢慢折磨 嘿 還有你們不得好死 呦 還有力氣反嘴 看來我對你的折磨還不夠 哇 啊啊啊啊 啊啊啊 橋小姐可是說了 只要在監獄 砍掉你的雙手 挖出你的雙子 再捂走你的鼻子 舌頭 我们每个人就比一百万 我们是从哪下手比较好 这不是这 有什么杀了 你们到底死 不管你是谁 算了东方 除了琴家 没有人敢得罪副家 不少让你死 活不过今天 我要 我要 别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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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怪你得罪的人 别怪我 别怪你得罪的人 别怪我 别怪我 点一张 谁让你在这乱动你死刑呢 是傅少教的 我管他什么时候 我的地盘 只有我说了算 靠墙堆好 没事吧 小可怜啊 真让人心疼 想干什么 你干什么 放心 只要你现在跟了我呀 没人敢欺负 小偷 少爷 小姐找到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 快死了 在哪儿 东海监狱 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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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给脸不要脸 在这里老子才是王才是天 只要乖乖的伺候好了我 你还能够活起 放开我 快快再快点 来 我的房子 别碰我 别碰我 你是谁干什么了 不想死去跟我让开 刚刚老子这么说话 知道这是哪儿吗 让吴华给我滚出来 我们解释了 现在正快活呢 李沫 烦死小孩若鱼的人 都得死去 我 工作 我先回家 非非 你相信不到你我 我好后悔 我倒是没有听你的话 哈哈 再一次 再一次 恭迎大小姐回家 若玉 你放心 从今以后 我绝不允许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只要你治好我妹妹的病 多少钱 你收了算 秦少放心 小姐没事 休养一段时间就好 下去吧 哥 你放心 你没事 若玉 当年你放弃家族的继承权 陪傅浩白手起家 现在功臣名就了 他竟敢把你送进去 监狱 让那些女犯折磨你 那清风的妹妹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若玉 这个仇 哥哥一定给你报 谢谢哥 不过 这个仇 我要亲自报 好吧 林沫 这个 这个 是高哥给你准备的个 专属的黑卡 知乎向你的 哇 这里还有一辆 全球性能的跑车 有清风的妹妹 可不可以学习 哥 不用这些了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车库里面还有好几十辆 随便你挑 如果你都不喜欢 我再找人帮你设计一辆 怎么样 哥 你真好 你要就是我痛苦 我都想嫁给你 少爷 你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小姐 你明明喜欢了她那么多年 当年爸妈收养我 就是为了让我照顾好 若玉玉 现在她刚回家 别拿我喜欢的这件事情 去打扰她 可是 你放心 这一次 我一定不会放手 我看这个朋友有什么来头啊 竟然跟秦少一起拍下几会 要知道秦少 可是 当时最容易用的黄金当心犯啊 他呀 人家可是秦氏集团 服装分公司 新任总裁 这场酒会啊 就是秦少特意为人在举办的 还勾搭上了东海首部 家豪 我怀疑他之前 我真替你感到不值 我一定要让他好看 没想到啊 你竟然跑去 不过 就你前段时间那个鬼样子 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 秦若 可真够不要脸的 没想到这么久不见 还是这么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初你和傅家豪把我送进监狱 还只是女犯要把我堕足挖椅 让我竖竞争 现在 也该说是 好 快 秦若宇 我杀了你 嗯 秦若宇 你这靠身 靠身体上面 三年前你创立富士 第一笔资金是我给的 一年前 富士病名破产 也是靠着我的设计才力挽过 呢 并让富士成功上市 富总啊 我们之间 够了 别以为你看上了秦少就可以为主 若宇啊 我知道我们分开以后你过得很艰难 可是你也不应该出卖自己的身体啊 他以为天台设计是有多了不起 原来啊 你是个以色识人的贱户 哎 谁知道他已经能设计的是靠食物 靠身体 秦少 秦少 是出吧 用我和你过 秦少 秦少 秦若宇 没有资格就去活着 秦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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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若宇 之前跟富家豪的时候就勾三大四的 你可希望不要被他给骗了呀 哦 那你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得感谢你呗 你的手怎么了 副总 请到有何吩咐 蒋小姐 当众羞辱我的人 这笔账该怎么算 误会 都是误会 误会 若你是个秦氏集团 分公司的总裁 蒋小姐在我的地盘 公然羞辱她 你说这是误会 你这是在把我的脸上 从今以后 秦氏 跟你们附加的合作 到此结束 别 又不是人现影的东西 还不快给秦小姐道歉 道歉可以啊 谢谢 你 跪下 秦小姐 对不起 若云 你怎么看 扔出去吧 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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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在这里郑重宣布 若云是我的 代表的是我秦某的脸 从今以后 只要你的动杂一根头发 我把他双手剁下来 谁要是敢跟我玩心思 我把他心挖出来 我秦某 说到做到 我知道你不服气 不如 我们来打个赌 为什么 一个月前 地豪集团发出价值十亿的合作招标 西田 我们就赌 谁先拿下地豪集团的合作 输的人 滚出东海市 先向对方 喝三个小子 一言为定 以秦家在东海的势力 年死副始就像年死一只蚂蚁一样 你干嘛要大费周章啊 跟他打贴 游戏结束得太快 就不好玩了 我要一点一点证明他 让他生不如死 如果你需要哥哥帮忙的话 继续跟我说 不用 哥 你还信不过我吗 是是是 我们家若宇啊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小王子 哥 有你在 可真好呀 啊对了 李莫 明天若宇人 要去地豪集团找合作 你呢 派出喜剧集团 把合作都签给若宇 少爷 你为什么不告诉小姐 地豪集团是您呢 他要想一 我怎么舍得让他说呢 我们走 哎 你好 我是来找王副总谈合作的 麻烦给通报一下吧 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敢来谈合作了 做人呀还是要脚踏实地 别老想着走捷径 我真的是来谈合作的 得了吧 像你这样的人我见的多了 表面上一阵言辞来谈合作 背地里啊 还不就是出来卖 这就是你们地豪集团 大客的态度吗 装什么装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去去去 我们王总没空 住手 这可是秦氏集团服装公司的总裁秦总 你就这么丹麦吗 你被抬出了 王总您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秦总是我有点不是泰山 您饶了我吧 算了王总 我们还是先抬合作吧 来 你请 来进去 来进去 好嘞 今天的合同 咱一定要好好谈 王总 这是我们秦氏最大的诚意 我相信你一定会满意的 满意 相当满意 王总 我们还是先 谈谈合作吧 合作有什么好谈的 咱们还是先谈一谈人生 制造点小噪音比较有意思 你要是再这样 我可就不靠心 别以为我不知道 抱上秦峰我到底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能让一个不经理解放 王总 您要谈合作找我呀 想不到 替好机船就是这么谈合作 喊不下来合作是你自己没本事 干嘛还替个别人秀 他要不是勾得上我秦上 他现在哪有资格到你面前来谈合作呀 我看呢 在在全行业内封杀 这样才解气呢 就是 老子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给我下跪道歉 再服侍我一晚上 老子高兴了 合作的事还可以考虑 否则 我让你在行业内混不下去 想要封杀我 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一号集团 虽然是全国最大的时装公司 但是秦室 在东海也不是吃素 王副总 你要想清楚 对秦室做对的代价 你真拿自己当人了是不是 就是 某些人呢 就是认不清自己为 苏美主你怎么来了 你敢对我这种心少人不情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是吧 董事长 哪个董事长 当然是帝 秦小姐 是我油眼不是太善 你千万饶了我 还要在行业里 封伤了呀 苏总 你搞错了吧 他不过就是个平民人家的臭丫头 怎么可能是帝豪集团 董事长的心上人呢 你可千万没被他给骗了 要他活动的话 你还是跟我们副使 你副使算一个什么东西 你所报告后公司也别跟 帝豪集团那个 如果你再让我看到你轻不停止 我会让你顾着 永远在什么心事 你明白吗 还不滚 你还不滚 秦若云 你竟然敢勾音董事长必须骗人 我早晚要弄起 秦小姐 这是董事长让我给您的十一合同 请你说好 给我的 如果你嫌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追加到五十一 啊不不不 够了够了 那三天以后呢 我会派人到费司进行签议设计 啊 谢谢啊 哎 不过 我和你董事长素卫茅面 我又怎么会是他的心上人呢 再一个就是 他怎么会轻易把电打给我呢 嗯 我们董事长 可是不会轻易让秦小姐说的人 OK 我先去忙了 竟然这么对你 是啊 本来合作都谈成了 秦若云那个突然冒出来了 色诱王总 呃 你看看 我脸都疯了 咱们 乖乖 这就不疼了 秦若云呢 脚子滚出来见我 你没有约是不能进的 你算什么都不行 别把打我了 公里上 没事 谢谢 赶来秦深闹事 自家好 你咋不想 你敢欺负思思 老子要了你的命 我还以为 是没拿到地豪集团的订单 彻底来向我 跪地求饶 太好意思出来炫耀 秦若云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离我远一点 你都行晦气 不过 你可以好好欣赏一下 你的思思 副总 我说你有空来这闹事 不如好好理一理 到时候 可千万别喜当爹了 说来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的手段这么紧张 秦若云 现在我无比庆幸 东处毁掉你的决定 是正确的 你想干什么 一个女人 太聪明了 可不是一家好人 毁了她 我倒要看看 事实站在我的地盘 动我的人 别我在 别怕 秦少 我跟秦总 开玩笑 我记得七天前你和若云打赌 是要先拿下 D豪集团的合作 输的人 就滚出洞海市 并向对方磕三个想法 你说了 是 子宝 今天刚好有记者在 难道副总是要耍赖吗 想不到副总这么输不起 真是丢男人的脸 又出轨又打人 这样的人那好到哪去 够 秦总 大家都是生人 何必要把场面垮得这么难堪呢 这就是欺负若宇 为此有不出的代价 不就是个女人 她可是我心肩上最要紧的人 三分钟内 故事将目楼会上 贵还是不贵 副总总的选择 vowels 秦小姐 诺贼 跪下磕头 秦小姐 罗队死了 戒 这就是你要为此anna ため待 赶快给我给我 今天的頭條該怎麼行 我相信你沒有錯 情少我們辦事您放心 哥 你怎麼這麼好呀 每次關鍵的時候都出來救我 我就想嫁 你給我說話算話 我說我讓保鏢送你先回去 我還有別的事情要處理 若元 啊 啊 感動我的人 黃副總 膽子不小啊 膽子不小 解釋 我再也不然衝啊 放心 我是一個心地很善良的人 我不會殺人的 不過 我有一個忙 需要王副總幫一下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願意 你去不找我 都要躲我 哈哈哈哈 我們情室有一個地下會所 專門啊 那就把你送下去 讓他們研究研究你的屁股啊 哈哈哈哈 這個不行 這個 這個 當然 還有第二個選擇 我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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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又想登一條狗 那就到我情室級了 能登一條聽話的 哈大高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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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小姐做了這麼多 小姐都不知道 這樣值得嗎 李莫 當你有真正喜歡的人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了 你為小姐做了這麼多 不是值不值得的問題 是你怨人的 若宇喜不喜歡我不重要 只要他開心就好了 都是你幹的好事 是為談合作呀 我是讓你去談合作的 我也沒有辦法呀 家豪 你看在我這個公司的份上 怎麼能原諒我呀 現在秦若宇拿到了地方 我記得我給你帶 你們的終極要讓我承認輸 還不到最後一刻 能不能順利簽約 還不一定呢 嗯 你說這秦若宇到用了什麼手段 讓這個秦少不惜一致請您 公開與富士交代 不要臉呗 不知道用了什麼手段 把秦少民的神魂典 是嗎 是嗎 並以為你有錢有事 我就會怕你 這個社會呀 還是得靠實力 像你這種 遲早被秦少拋棄 從今天開始 公司從上到下 全部打掃乾淨 憑什麼 我是這個公司 最優秀的設計師 我是來幹保潔的 誰讓我 有錢有事呢 趙小姐 有時間談談嗎 你想幹什麼 趙小姐 三天後就是秦氏和地豪集團的簽約儀式 我要你當時一口咬死秦若與貪污 只要你能破壞掉秦氏和地豪集團的合作 謝謝姐 就是你的 可 他是秦少的人 哼 他只不過是秦氏分公司的一個小總裁罷了 秦少要是真的喜歡他 為什麼不提拔他做秦氏總部的總裁呢 趙小姐 趙小姐 我想你是聰明的 你應該知道 進 秦總 地豪集團代表李總已經到會室了 好 我知道了 左 我幫您把桌子收拾一下 經過不讓虛眉呀 有秦總在 我相信啊 我們的合作一定會很愉快的 當然李總 那我們就簽合同吧 等等 我是您舉報 集團時段分公司總裁 秦若語 貪污公款 損害公司利益 秦少 如果這樣的人 繼續留在集團 擔任高管 損害的不僅是集團的利益 更是合作方 證據呢 秦少 如果這樣的人 怎麼會提到 這件事情是上半年的財務報表 和你手中簽約的一斜步 秦若語公然造假 是想毀了集事嗎 柔演 怎麼回事 這包結有問題 各位 我相信若語 絕對不會做出損害集團力的事情 這其中一部分無謀 大家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給你們的忙不到 秦少 我這可是十億的訂單 幣豪集團把錢交給秦氏 可不是讓你來給我逞英雄的 秦少 你相信我 秦氏絕對不會讓你們做虧本買賣的 像你這種有貪污嫌疑的 我可不敢跟你合作 想要了解真相 搜一下他的辦公室 真想辦法 說吧 有的人呀就是死丫子死丁了 一會兒真的搜出了什麼 看你還怎麼知道 你這麼肯定能搜出什麼東西 難道你知道些什麼 少爺 這是從秦總辦公室搜到的財務報表 和一百萬現金 十億 從今天一開始 你就咄咄逼人 慫恿大家去檢查我的辦公室 會不會 太著急了一些 在證據面前還想抵賴 秦少 你一定要為我主持公道啊 急什麼呀 我這有一個東西 要給你看看 你要的公道 都在裡面 我這有一個東西 你不要 你不認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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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我走到今天 是靠什麼 就你這點小伎倫 也敢在我面前丟人現眼 秦少 看在我魏集团 金金夜夜这么多年的份上 明亮我吧 把你造什么 拿开 金金夜夜 你差点让秦氏损失十个月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感谢 说 是谁指示你 不过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 我可不敢保证你的父母能活过第二年 是我知道了 我保证不会说出去 没人支持我 是我看不惯他 而且我也是个集团好 像他这样两面三刀的人 真的不能留啊 那我是不是应该 真的要感谢你 你做得这么好 我觉得跟你讲个少才是对吧 别紧张啊 我觉得这么好的人工 确实应该得到奖励才能 什么奖励 我有一个客户呢 非常难成 还养你一只藏魂 最近想找一个女人 我觉得你挺合适的 我我不去 拉下去李沫 找人了吧 以后 你们谁要敢对若语不尽 就跟他是一样的 是是 请上 这个真是抱歉啊 刚才误会你了 那我就期待 秦氏的时装发布会了 合作愉快 相信我们一定不会让低豪集团失望的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这可真可怜呐 看得我都不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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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誓我什么都没有说出去 赵小姐 请你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了 可这任务办砸了 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赵小姐 这藏熬这么威猛 你一定很享受吧 你说你父母要是看到这些会怎么想的 这毕竟是我花大价钱稿 只有我一个人欣赏 那可惜的嘛 我 我求你 你还需要我做什么 一周之后是秦氏集团的时装发布会 去把秦氏语的设计稿给我投了 可是我已经被秦氏集团开除了 现在要想靠近秦氏语 恐怕那个难度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对吧赵小姐 我知道了 我劝你啊 最好乖乖的听话 否则我可不敢保证你的父母 会看进去什么 其乐 这次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利 我可以 你都可以吗 我不会 你都可以吗 我不会 我不会 不不不不 邬总 可真是年少有为 相信秦总的这次时装发布会 一定会轰动东海 还想看秦总的 不仅是东海 相信明天整个神州 都是秦总的设计 秦主下次的时装设计可一定要献给我吗 和一个盗窃商业机密的抄袭饭合作 恐怕会影响贵司的声誉吧 附家豪你来干什么 众所周知秦若宇曾是富士集团的设计者间 而星空正是富士即将发布的新品 这场秀 无论是跟风格设计 都与星空高度相似 秦若宇盗窃了富士集团的上次机密 我没有 这张手稿是我离开富士之后的设计 和富士没有任何的关系 明明是你盗窃了我的作品 你真是不到皇后的事情 这是星空的专利说明 足以证明 你盗窃了富士集团的数据 秦若宇你又犯罪了 秦小姐 想不到你既然是这种人 那咱们的合作关系又到此为止了 差点就被评骗了 看来啊 整个东海的时装剑还得看副总的 副总 找时间合作一下啊 走吧 秦小姐 请问您真的抄袭了富士集团的作品吗 那请问秦小姐 您天才服装设计师的名号 也是抄袭的吗 秦小姐 请正面回答 好必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你秦若宇对天法时 我没有抄袭任何作品 否则 天打五雷红 不得好死 说 这么 你想干什么 想要顺利的完成和地豪集团的合作 没那么一年 我拿不到地盘 你也没想好过 如果你现在 跪下给我磕三个想头 我就考虑 谁敢让我的人下跪道歉 好大的口气啊 秦少 就算你再喜欢这个女人 我不能无条件的骗她 像这种行业助仇 就应该被封杀 该封杀的人 应该是你 李沫 把人给我带上来 是他 就是他和蒋思思 此后我 投了秦总的设计稿 就是为了在发布会上 故意陷害秦总 你接着说 一周前蒋思思找到我 用我和 的视频胁迫我 将您的设计稿偷出来 否则就把视频发给我的父母 我越想越害怕 于是就去找了秦少 秦总 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被胁迫的 求求你 救救我 我不想一错再做下去 你说 这明明是傅氏的作品 是秦若宇抽起的傅氏 我有动音 一周后 是秦氏的始终发布会 我要你去把秦若宇的设计稿 偷出来 秦总 你相信我 我真的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视频的事情我还不能处理 你先下去 谢谢秦少 谢谢秦总 孟总 你现在应该向我怎么解释 各位 自若宇 从傅氏离职后 傅氏合作的订单 遗落成长 为了维持集团的正常运行 傅氏 却面向社会真稿 却无耻地 抄袭投稿者的作品 凭什么无语傅氏 有种你拿出证据来 证据是吧 各位 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网上参与 傅氏真稿设计室的联名告发书 傅氏放心 我秦氏 一定会接近前面 帮他们导致这件事 你别以为 批几张城就可以污名傅氏 如果傅氏真的抄袭 那为什么设计师不亲自爆发 而又有情少代吗 我举报傅氏抄袭 对我要举报傅氏抄袭 一个月之前 我向傅氏提交了作品 被告知洛选 没想到 现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看到了我的作品 傅氏 抄袭了我们的作品 我以设计师的名义 强烈要求傅氏滚出时装设计圈 没错 封杀傅氏滚出时装设计圈 你们给我等着 哥 真好 你这是我的时候是 哥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的时候 嗯 各位 我宣布 时装发布会继续举行 乾杯 恭喜我们的小公主啊 大吼全生 喜欢吗 谢谢哥 快快带着 明天呢 就是我们公主的进出party 我怎么能让我的小公主 被别人比下去呢 哥 我只不过是拿下了一个十亿的小项目 你就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要是不小心让秦氏 成为全球首富 你怎么办 那我就选择吃饭饭 你养了一个对手 嗯 我养你对手 这次 发布会这么成功 您秦总可是功不可没呀 哪里哪里 这些多亏的李总的支持 他们这么成功啊 这以后呢 还能请李总 躲得比较比较的 哎 只叫不敢 这从天约仪式到发布会啊 我可是坚定不移的支持您秦总 秦总您 是不是也要 意思意思 李总客气了 我们啊 一定不会辜负李总的信任 就在或许的合作中 一定可以继续配合 让你做好 哎 那都是 咱们能不能来点 实战 李总这话 什么叫做 实战 别拆着明白装糊涂 你到底给还是不给 我看李总 真是给我们的忘事 是忘了王副总的下场吗 竟然哪工人要费口 你说 我要是把这件事 要付毕豪举请了怎么是吧 你和王副总 哈哈哈哈 林总啊 我的多喝了几杯 您呢 大人有大量 你往心里去 哎 我去行行酒 您玩的开心啊 玩的开心啊 我出去行行酒 兄啊 怎么谁都丧气的 这边姑娘不好玩吗 还不是秦若宇 给脸不要脸 李总 像您这样的大人物 秦若宇敢这么丢 我都替您感到丢人 傅拉丽 你什么意思 秦若宇之所以敢这么嚣张 无非就是有秦少在背后 为了承邀 可您背后 那可是帝豪集团呢 你说 秦少要是不要他 那帝豪集团 还能不站在您的身后 有道理呀 对 不就行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秦总 刚才呀 多有得罪 我呢敬您杯酒 就当赔个不是 李总你客气了 我今天晚上喝的有点多了 实在是喝不了了 就一杯 再说了 您不能让我没有面子吧 咱们以后还要合作呢 那李总都这么说了 我们就让之前的不愉快 都过去 哈哈哈哈 我就喜欢秦总这样的女众豪杰呀 听到我还有事 我先回啊 你们玩的开心玩的开心 大家玩的开心 啊 啊啊 就是问题 卧宇你怎么了 要不要我帮忙了 滚开 卧宇你还是敢放我 其实不会放过你的 快 不等着 啊 啊 立马叫医生过来来打一支镇静剂 现在你看马上 好 赶紧给我滚进了 好 少爷 这药的药性很烈 幸亏即死 否则血管破裂成为废 什么 啊 你不要 你找死 一二再再二三都算起我的人 可让你生不如死 清少我错了 我真的说错了 我对你为是做人蛊惑的呀 放心 你们一个人也跑不了 这可是实际上 吃了一颗 就可以让人 愈死愈嫌 不过 如果没有得到缓解的话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 就会泡掉 成为一个人 怎么样副总 这么好的东西 你可要多吃一点了 我我真的说错了 清少我 我 我 把他把那蚂蚁堆里去 让他好好享受享受 是 不 吉波你不能好死 吉波 少爷 你刚没报道 敢动我的女人 我可是地豪集团的人 你敢动我 我们董事长是不会放过你的 看看你面前的人是谁 秦大少 你再有钱 在我们董事长眼里 就是个小憋三 秦少 就是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秦少 我先开始 都是傅家豪 对 就是傅家豪那个王八蛋逼我做的 我是并且他做的 逼你 好啊 那你觉得是我的话有份内哦 还是傅家豪的话更不是 肯定是您 是您的啊 好啊 那既然你这么听话 刚好我请假丁生宝洁请假了 那你过去玩个麻烤 不 不要 李沫 他不是经历很旺盛吗 先让他做太监 老婆呀 啊 李沫把他送到非洲学团团 没有我的秘密 不准让他回来 秦少语你疯了 那可是你哥 可是昨晚 我会不会 不会吧 老天爷 让我换个新型生活吧 喂 你醒了 知道吧 看样子是没事了 嗯 饿了吧 如果你准备了一些吃东 没事搞 我不吃了 哈哈 啊 他跑了呢 肯定为昨天晚上的事情害羞啊 少的 要不你用点吃 说不定事情 能成误 我笑了 我们走 回來了 哥 你找我 我發現你今天幹嘛一直躲著我啊 以前怎麼沒發現 哥這麼帥 喂 想什麼呢 沒想什麼 啊 是不是因為昨天晚上的事情啊 哎呀哥 我跟你說啊我可是你哥 你要躲我一輩子嗎 好了我知道了 欺負你再往小戶戶呢 我已經全部收拾了一遍 我的妹妹 不允許受任何的委屈 哥 你可真好 我覺得你覺得平衡家最好的意思 哥 我幫你相親吧 挺好的 哥 這位就是把家剛從美國留學回來了 不允許 不允許 不用了 請這位小姐就好 你過來一份松鼠鮭魚 炭烤和牛 魚肉羹 帶給我來一個芒果的冰沙 好的這位小姐呢 不用了 我想讓你點 給我來一份的牌子好 謝謝 好的 你別看我哥又悶又冷 其實他人可好 我相信啊 你倆肯定合得來 當然能認識秦少是我的榮幸 嗯 沒認識白小姐 也是我哥哥的榮幸 嗯 鍋魚 嗯 你多吃點 你都那麼瘦啊 哥你傻了呀 你給我家菜幹什麼 我又不能跟你當老的 那可不可以 嗯 你說什麼 嗯 我是說你慢點吃 你怎麼這麼瘦啊 你沒聽什麼 養肥了 我口紅都擦掉了 慢點啊 好了嗎 可以 那你們倆朋友 寫個曲票 你喜歡他吧 是 可是 他是你妹妹啊 也非不是 那就祝秦少 早日報答美人會 謝謝 這也不喜歡 那也不喜歡 哥 你到底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子 我有喜歡的人嗎 啊 哎 哎 哎 誰啊誰啊 哎 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能讓我哥吃個萬年鐵樹 開花呢 他是一個 愛撒嬌 愛耍賴 又娇氣 但是很聰明 很堅強 總之 他是一個全世界上最好的人 嗯 哎 那他知道你喜歡他嗎 不知道 我怕他不喜歡 誰啊 這麼沒眼光 竟然敢不喜歡我哥 最近 我想跟他告白 你覺得怎麼樣 哎好好啊 你去嗎 去 我一定去 他要是敢答應你啊 我就嘗嘗他答應你 好 那我明天就去吧 哦對了 明天記得打門漂亮一點 他可是你未來的嫂子 想不到 我哥這個大直男 要什麼浪漫呢 哥 他還沒來嗎 哥 還沒來嗎 永遠 我喜歡你 哥 我是你親妹妹 你怎麼能喜歡我呢 你不是 啊 什麼 我只是爸媽從孤兒院抱怨回來的孩子 我來到秦家 這是為了保護你爸 直到爸媽 覺得我有經商的天分 才向我收回做依子 那你為什麼之前不告訴我 那個時候 我覺得你就是秦家的一個棄子 怎麼配對上你這個秦家的大小姐呢 更何況 那個時候你喜歡的是富家豪 說了也沒有什麼用了 不想讓你有勘勞 那為什麼 現在又來告訴我 因為我不想再錯過你了 若宇 我是真的喜歡你 我喜歡你很久很久了 我每次見到你的時候 我都會不自覺的想 當我聽到你的聲音 我會覺得特別的踏實安心 特別滿意 我不想在意你哥哥的身份去照顧我 我想以你的男朋友 丈夫的身份去照顧你 陪伴你 和你共度餘生 你 願意嗎 願意嗎 可是 我一直都把你當哥哥看待 我對你 我沒有任何想法的 對不起啊 我欣賞你 你不 哎呀 哎呀你慢著啊 我的腳聲以後就好不了了 我為什麼會中彈性呢 哥就我 你怎麼了 我好熱呀 我好熱呀 你不是說減肥嗎 可是不吃飽 怎麼解釋 讓我想想 燉煮好 吃飯吃 小龍蝦 對就是這個 謝謝哥 你對我真好 哎呀 這以後有了嫂子 你是不是就不能對我這麼好 因為 嫂子不吃醋 沒有 我只會對你對我好 真的 那張嘴子 直接想不想 嗯 好像從小到大 哥都對我好多公分 哎呀可是現在 哥哥又在幹什麼呢 站住 你幹嘛老是躲著我 沒沒躲你啊 快說 火高 看我怎麼受傷 從小到大 少爺默默為你付出了多少 地豪集團十億的訂單 毫不猶豫就給了你 我們董事長 可是不會輕易讓其球解除 還有那個王氏 也是他幫你善得厚 你有危險的時候 他總是第一時間衝出來幫你 小姐 你怎麼就 你怎麼就看不到少爺的好呢 地豪集團 是他的 不然那十億的訂單 怎麼可能連企劃書都不看 就給了你 少爺 是不想讓你輸啊 不行 我要去找他 清光 我有話跟你說 我先說吧 我怕你直接拒絕我 柔玉 我知道你有拒絕我的權利 你不喜歡我沒有關係 我還可以以哥哥的正門照顧你 知道你願意為止 可以 這個賤人說搜主意 現在秦氏聯合東海其他家族 瘋狂攻擊富士 短短三天 市值蒸發了一百億 你 現在股東紛紛拋售股票 富士就快完了 我也不知道 賈豪 他總為你做過這麼多事情的分上 沒有功劳也有鼓勞啊 你不要再什麼錢了好不好 呸 什麼東西 要不是講家實歸 我能跟著你嗎 賈豪 你別誤會啊 這是我 賢英總 這裡是公司 還請你節身字號 少爺 根據我多年浪跡情場的經驗 小姐 這是吃醋了 哎 嘿嘿嘿 是你 諾宇 諾宇我錯了 我真的錯了求求你 怎麼 富士撐不下去了 所以特地來貴地求饒 諾宇我們分開這麼久了 我發現我最愛的人還是你 你說 你跟著秦豐沒沒沒份的有什麼好 回來吧 只要你願意 我名下所有財產都可以給你 寫你的名字 夠了 別惡心我了 直接說你的目的吧 諾宇 你能不能看到我們三年的感情份上 放富士一把 富士裡也有你的心血啊 你難道忍心看著富士 就這麼毀一旦嗎 說的有道理啊 我的確不忍心看富士 毀於一旦嗎 這就對了嗎 你還不知道吧 富士拋售的股票 都被我收弱了 我現在是除了你以外 走大 你敢耍我 對 我就是耍你 比較好 三個月前你讓我精神出戶 趕我出富家 陷害我入獄 找人廢掉我四肢的時候 你可曾想過 你會有筋挺 我這都是誤會 蔣思思 全都是蔣思思那個賤人挑唆的 我是真的知道錯了 我對你是真心的 別演了富家豪 我太了解你了 我了解你的虛偽與冷漠 了解你是為了利益如何的不擇手段 你覺得我還會信你 富家豪 我恨不得你馬上去死 我為了盡量我們三天的感情 給你對的太大了 給你對的太大了 這是我專門為你訂做的領域 我祝你早生極樂 不久往生 你敢揍我 敢在我家動手 上次的苦 不總還沒有直落 你 請問雨 我們坐著車 沒事吧 他沒有傷到你吧 我沒事 我老進來飛行 吃醋 絕對是吃醋 全部還沒試過 你不要著 他真敢一個人 裝什麼 你不過就是情家領養 還真把自己當情視繼承人了 今天這個 全都是女孩 現在我就要一點意義的全逃回來 渡手 啊 住手 在 就殺了他們 自家好 你隨隨便便找兩個人扮演我的 離我寵了 上好了 這不是東海市最具權威的醫院開除的親戚 正從你的血緣關係 我寫什麼相信你隨便 可以弄一張假的親子劑 可以不信 但是他們 就不死 兒子 救救我 救救媽媽 幹什麼 說 知情 今天加倍討回來 嗯 哈哈 親子 你不是很牛嗎 現在還不是像小狗一樣跪在我面前 哈哈哈哈 你知道富士現在什麼樣 每天都有人上門討債 我撐著過街老鼠 被人追著打 這一切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害的 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還嘴 我狠狠的倒 哈哈哈 狗屁心少 敢扔我 我照樣打給你滿地照牙 哈哈哈 我狠狠的倒 我狠狠 我狠狠 我終於來了 我等你好久啊 富家好 你趕緊放 否則 我跟你明完 哎呦 這就心痛 你說 你跟著他有什麼好 他 不過就是個沒有繼承權的廢物 我就跟著我啊 我保證你吃香的 喝辣的 跟著你 繼續被你利用嗎 那也比跟著秦鋒這個廢物強吧 情侶 你當初跟著他 不就是因為他有錢 可惜 你要破壞了 他現在 就是個一無所有的群光蛋 想讓我跟著你做夢 我告訴你 怕他一無所有 我也心甘情要跟著他 因為他比你好一百倍 一千倍一萬倍 好啊 既然你們都這麼不是好歹 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哎住手 到底想幹什麼 我要一百一 情侶 你在情侍做高管這麼久 不會連做點錢都打不動 我答應 若宇 以我的名義 馬上給富士轉一百億 對 就現在 你條件我做的 好不趕快放人 若宇啊 我果然沒看錯你了 三年前 我名字上市 現在 你給我一百億 若宇 你可真是我的小福星啊 你少廢話 趕快放人 放了他 相信我 看你們情深意重的樣子 我不會有點嫉妒 好啊 那就讓我送你們這個腿瘋瘋 我說 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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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心 快點 小芳 什麼 什麼 十九 小芳 小芳 畢生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救救他 只要你能救好他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小姐放心 少爺沒事 只是有點緊張過度才暈倒 休養一段時間就好了 我以後再也不跟你媽媽去救 求求你 快就好救了 別哭 你醒了 對不起 對不起都是我不好 對不起 如果你真的覺得內疚 那你就告訴我 當時你對付加好處啊 哪怕我真的一無所有 因為他比你好一百倍 一千倍 一萬倍 你也願意跟著我 這個話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了 因為 你是我哥嗎 你知道柔情兒哥 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你不怎麼裝傻 那你上次說 你要以哥哥的身份 繼續照顧我 直到我接受你 這句話 還算數嗎 當然算數了 我對天發誓 我覺得不騙 那好 那我也有一句話 想跟你說 說 其實最近這段時間 我想了很多 晴峰 我的確對你是有感情的 但是這麼多年 我們是以兄弟的身份相處 我沒辦法 立馬適應我們心的關係 請你 再多給我一點點時間 讓我 慢慢喜歡你 放手你放手你 啊你放手 怎麼回事啊 小姐 抓住兩個偷東西的賊 你聽什麼說我是賊啊 我可是你們秦少的七生母親啊 你敢這樣對我 我讓我兒子拔了你的皮 就是 多大的臉啊 竟然敢自稱是秦少的親生父母 我看你們是活得不耐煩了 這個話什麼意思 也以為傅家侯 拿了一張假的親子證明 就以為能把我們混合 給我看清楚 正常是賊這樣的親子 你們 根本就不是秦峰的親生父母 這不可能 真的假的 肯定是你做了手腳 想要霸占我兒子的財產 阻止我們母子相認 想方式把把我們趕走 我告訴你 我讓我兒子把你趕走 他真是有意思啊 竟然有人說在我們家 把我趕走 呸 不要臉 嚐火了 誰沒放 這是你家 你好好看的 這別墅 不用 都是我兒子的財產 你 沒份 底墓 把他們給我扔出去 你打耳朵也真是 是 啊 哎呀我走 我的 哎呀我怎麼這麼清楚啊 好不容易給我家人 要被人心狠熟悄的 出出人的臉孤 哎呀 就是要是那個天空啊 我哪有三個天空 我我 老婆皮 老婆皮 你喝了 先生你不就行 我沒事 我們過去吧 兒子 這個奢學女人他阻止我們相認 你快把他趕走啊 你們自身是我的新生父母 那我問你們 二十七年前 你們將我拋棄的福利院叫什麼 幸福福利院啊 我忘不了的 錯 之前叫希望福利院十五年前 才正式改名叫幸福 怎麼 傅家豪 讓你們假扮我的父母 就不用提醒做好工作 還是這樣 給你爸爸年紀看了 你記錯了 你想起來了 的確是叫希望福利院 好 那我再問你們一個問題 我手上的胎記 在左手 是在右手 時間都過去那麼久了記憶都模糊了 左手還是右手 都說 孩子是母親上掉下來的一塊肉 你不是這麼牽掛我嗎 難道 我身上的胎記在很歸著 我想起來了 左手就左手 對左手又在撒謊 我身上根本就沒有胎記 我問你們 不將好讓你們假扮我的父母接觸 到底是什麼意思 兒子呀 你要相信我們 我們的確是你的親生父母 是啊是啊 不說是吧 那就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啊 我說我說 是父上 讓我倆去得你的信任 然後找機會 把情侍公訴的經歷偷出來 事成之後 就把這別書送給我們 說 還讓我一婆婆的名義 還蠻的交代 情小姐 情少 李莫 把他倆給我帶下去 好好照顧照顧他兒 是情少欺負你你揉了我們吧 你揉了 哎呀你揉了我們吧 沒事的 我沒事 不用擔心 我只是有點累了 不准睡覺了 欺負 哎 哎不是我說你小子 怎麼那麼沒有眼力勁啊啊 你信不信我把你賣到非洲去拉框啊 小姐 哎呀好了 別罵他了 不是我叫他拉 我找到你辦的事情 辦得怎麼樣了 小姐放心 已經找人狠狠的收拾過你的幸福了 保證一個月 下不來床 敢訪我家瘋子 沒要他的命 算是便宜的 可是 傅家豪剛從秦氏拿走一百億 暖氣內想讓他破產了 恐怕有點難動 放心 他拿走的 全都讓他吐出來了 你找個機會 把下去放出去 就說秦氏真正的繼承人 秦大小姐 已經回國了 他和秦楓 向來不和 這次回國 就是為了爭奪加持 只要討好了秦大小姐 就可以把秦楓踩下去 為什麼 他不是一直想把我們踩下去嗎 那我就給他這個錢 是 等等 你以我的名義 拔等秦家暗線 幫豐哥找到天生父母 務必找到 是 你這麼捨不得我受委屈啊 啊 要幫我打回來 之前 都是你保護我 現在 別跟輪到我保護你了吧 我一定會幫你找到 生生父母的 以為誰欺負你 我就幫你打回去 相信我 我一定能保護好你 你幹嘛 教你你擔心 這個人 就是你的目標 你的任务 就是让她相信 你是秦家大小姐 从现在开始 你叫秦琳 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正在与秦峰争家产 你放心 我会让李武帮你 并派人24小时保护你的安全 只要是听伴得漂亮 钱吗 多的是 谢谢小姐 我一定不会辜负小姐的期望 傅家豪 我一定会让你把一百亿 全都给我吐出来 小姐 任务完成了 我已经成功拿到三十亿 做得不错 我给你转了一个亿 你拿去给傅家豪 这是 为什么 要是不让她见回头钱啊 又怎么心甘情愿地往外拿钱呢 况且 我还有其他的用途 是 那这次 我找她要多少钱 一百亿 小姐 任务顺利完成 一百亿一道账 嗯 干得漂亮 是时候该收网了 吃点劲 我没订饭吃吗 是 喂 亲爱的 好了 真的 太好了 三天后我一定到秦氏 去见证你的成功 嗯 太好了 我真没想到 秦宁这个废物 还真的拿到了秦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行 也不枉我花这么长时间给你演戏 你来干什么 我来 当然是来看看我的新办公室啊 挺不错 你的办公室 你真是世人数 放心 很快 这里就是我的了 傅小航 你什么意思啊 亲家大小姐回来了 他才是秦氏集团真正的继承人 而且他现在已经拿到了秦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他才是秦氏集团真正的继承人 他现在已经拿到了秦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你和秦氏 快就会过途秦氏 特别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你是怎么知道 秦大小姐要任职董事长呢 秦若宇 看在咱们好多的份上 我就考虑让你继续留个秦氏 当个 保佳阿姨 哈哈哈哈 我要不要离开秦氏 还乱不到你说话 恐怕你还不知道吗 我现在可是秦大小姐的未婚夫 整个秦氏 用不了多久 这都是我的 就凭你 也能趴上秦大小姐 谁让我和秦大小姐 一见过吗 秦铃这个蠢货 稍微给他点甜头 他就爱我爱的死去过来的 认输吗 都不过我的 原来如此 那你能跟我说说 你是给了秦大小姐 什么甜度 一百三十 别吹牛了 你哪来这么多金 知道这块秦氏 秦氏多少钱 几百万 你不要 就去一百三十 你就是去卖行 秦大高利贷 我也要把这一百三十一凑住 这比买卖 秦云 这招账 只有一个人家 而你和秦峰 只能是书家 书家 那恐怕 不能负责失望 秦大小姐好 这大小姐好 难道 他真是秦大小姐 还有真的是秦家大小姐 当初为什么要跟 苏家豪白手起家呢 可能 是因为我惩罚 怎么 难道你们就听说 秦家有个养子 就没有听说过 秦家还有个大小姐 叫秦若宇吗 秦大小姐 事无缘不出泰山 请您放过吴家 放过我吧 多谢多谢 站住 秦少 并和分布 还有一个人没有想贵 贵呀 快贵呀 快贵呀 真可惜秦家大小姐 东海所有长官的生死 都在她的手里 你要是不贵 就必须进入吴家的门 秦小姐 是我有点不开山 原谅我吧 还有叫人 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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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走都没算了 有这样混蛋的货费 我怕折售了 放心 只要你安分手紧 视频的事情 我会替你收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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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给到你 怎么选 就看你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你是秦家养死的事情 现在外面的线人 都在想 因为 我想光明真大的跟你在一起 你迟早都要继续秦家的家 我对外公开你大小姐的生态 难道我要一直挺着秦家大少爷的生态 跟你说没乱了吗 我倒是不介意什么 只是 我舍不得你 在外面被别人指指点 可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站在什么都没有 更何况 你还把第好计划给了 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是还有你吗 我是要准备吃一辈子软饭的 你可不去耍赖 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 我要努力赚钱 好好养家 养家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你暂时我向你求婚啊 我才没有 瑞宇 我唯一的愿望 就是陪在你的身边 守护你一辈子 你会给我这个机会吗 若宇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想以丈夫的身份 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秦芳 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 所以 你的求婚 我拒绝 吴启博 秦若宇那么羞辱你 难道你都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我忍不下又怎么样 那可是秦甲 难道 要为了我的一声一气 拿着个吴家去赌 可是 好了 你身上伏家好 当时傅甲多没提出发 令压整个东海的豪门市所 结果呢 不知死活去挑衅秦甲 落了这么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瑟瑟 难道你还想再经历一次 我不想 有些时候 其实不用你们讲真 虽然说这吴家 比不上秦甲 但 好歹也是豪门大夫 我们过好 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是 真乖 真是个活动费 把饼捏在秦甲里的手 还不知道他会对我做出什么事的 一定要想 修过视频 这个比较适合你肤色 啊 我受肤色 难道是秦甲里的奸情 这秦甲也真够惨的 带了绿帽子 对了 拿回视频的方法 有了 你好 行长 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呢 要不要我陪你看看有意思呢 滚 难道你都不想知道 秦甲里现在在干什么吗 秦甲 我真是替你秦甲里 你以为秦若宇付出了那么多 还放弃了秦甲的秦甲选 大可不必 我完全相信若宇 你就想着 怎么拿到这些视频 去东窗事发 饱受折磨吧 我就不信 这世上竟然有男人能忍受得了绿帽 清风 早晚有一天 你会回来求我的 你相信我 我觉得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照片都是 我信你 否则 我也不会把蒋思思说的所有话 意不意识地全部告诉你啊 这个蒋思思 究竟你多传 竟然用这种方法 来破获咱俩的感情 那你打算怎么做啊 他不是想加入豪门吗 那我就送他一个 超级豪门 好 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那我现在问你 你当时为什么要拒绝我的求婚 其实我跟你说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 尤其自己在那里喝闷酒啊 给别人考证之机 我还不如直接来问你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那你为什么多了 照片里面男人是谁呢 我信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啊 不会有第三者插座 所以你为什么拒绝我 是因为我不够好吗 你很好 但是 你能不能相信我 等我处理完蒋思思 电给你一个满意的档 好 那你可别让我等太久 不然的话我就把民政局搬过来 亲自让你签字 花样 两天 就是 因为 在这一条